OK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部分啊 什么叫对比还有否定词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那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对比啊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对比指的是什么东西啊叫做对象的特征呢 它已经发生了变化 然后这个变化呢一般都呈现了一种对立的状态 比如说可能原来喜欢一本书 但是现在不喜欢这本书了啊 就喜欢跟不喜欢就是两个对立的状态 那它常见的逻辑提示词啊 这些词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 rather than叫做而不是啊 far from 记住这个far from我们可以理解为not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然后on the contrary 然后in contrast to 那就是标准的对比啊相比之下 还有where as compare with compare to unlike different from 还有转折啊这个but 就这些词语啊我们都可以认为说 他们是对于前跟后两个特征之间的一个比较 然后用这些词语来连接啊 所以我们在选项当中如果说有看到这样的一些词汇啊 那我们就需要来找一下他哪些特征有发生一些变化啊 那常见的对比啊比如说时间的对比 那时间的对比呢 它可能会给你出来一个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段 以及现在啊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隐晦的 比如说他会用until这个词啊 那这个until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去用的话叫做 你不会怎么怎么样until 那前面跟后面是不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比如说我不会写完作业直到晚上十点 那是不是应该以十点为节点 十点以后就写完了 然后十点以前呢他就没有写完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啊 然后在这个填固体当中嘛 这个until呢我们可以作为before来处理啊 叫做在什么什么之前 然后用他来处理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表示时间一个比较隐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然后第二个呢还会出现这个地点的对比啊 如果说这个体感里头他明显的给到了同一个对象 他在不同地点里头的状态呢 那这个状态呢一般情况是不会一样的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程度的比较啊 比如说你可能对于这本书特别的喜欢 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不是说不喜欢了 而是说这个程度呢要比喜欢更加的强一些啊 可能非常的痴迷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啊 所以程度是有所取反的 而不是说单纯的对喜欢的人取反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对比啊 我们在看到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所以就是对比这样的一个国际 然后呢我们来大家看一下否定啊 这个所谓的否定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一个否定词的存在 那常见的否定词 除了我们这些很熟悉的 一定要去取反的这个概念啊 后面的这些词啊 在题杆当中如果出现了 那同样也是有取反的一词 这个词呢它叫做讽刺的 然后这个叫做很惊喜的 然后这些词嘛 它们都可以表示说 这个句子当中出现了一些取反的信息啊 所以碰到这些词汇啊 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有sim还有peer这两个词语 这两个词语如果是出现了 并不一定意味着说这个句子当中会有取反 它可能仅仅说是看起来怎么怎么样的啊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 它的句中的含义 然后来看出来这个到底有没有取反的意思啊 然后paradox这个叫做悖论啊 那当然有悖论的话 那就肯定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东西了 所以他们两个理论之间肯定会像悖啊 然后contradiction也表示的是悖啊 那这个词本身也表示的是 就是有分歧的含义啊 然后far from我们刚才也写到了 远远不是啊 所以表示一个not 看到它我们也要去取反啊 所以这一些否定词 如果出现在我们的题杆当中了 那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它到底有没有取反的含义在里头 OK就是否定词这个问题啊 那在这里啊 我需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说填空题当中这个logic 这个模型呢 并不是非常简单的说 A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B不喜欢那个东西啊 不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的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否定 不同的取反啊 方向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去根据具体的句义 然后具体去解决它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几个例子啊 几个中文的例子 第一个叫做说 跟这个很喜欢的女生相比 那这个跟什么什么相比 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 in contrast to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男生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男生是不是就可以去填一个喜欢的反应词 那这个就是取反了 然后呢 第二个句子说 这个女生对这样的很痴迷 而这个男生 那这个儿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一个取反的一个词语在里头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这个男生只是什么样子 那是不是对痴迷进去 那不痴迷 不痴迷不是说 我就特别讨厌之类的啊 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程度的取反啊 程度的比较 所以这是第二个句子 然后第三个句子说 这个女生啊很喜欢Jazz 很喜欢取诗语 但是 又是有一个但是啊 但是这个男生同样怎么样 那是不是说这个同样 就应该也是一个很喜欢Jazz 虽然有一个但是 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反啊 那这个但是 其实取的反是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啊 是对于这个对象的一个取反 但是他们的状态啊 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状态我们就不能取反 因为有这个同样在里头 所以这种句子啊 其实蛮常见的 它虽然有一个但是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是不会取反的啊 所以这几个思想啊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 这个其实要比同意重复呢 相对来需要复杂一点啊 所以一定要在做题的时候去把它给care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通过这样的几个中文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题目 它解题的思路啊 如果你说一旦确定了说 哎这个句子当中 它存在了这种关系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当然就是去干这些事情了 去把它取反 但是这个取反啊 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取反 到底是什么样的取反啊 是它的反义词呢 还是程度的取反呢 还是什么的取反啊 当然还有广义反义词了 所以这个思路啊 一定要去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取反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去通过几个练习题啊 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呢 进行一个巩固 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啊 第一题说 这个做取战呢 它never correlated popularity 那这个cord啊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是指是那种迎合 就是那种意思啊 这个就不是法院的意思了 说它从来呢 就不会去迎合大众 然后后面呢 有一个冒号出来了 那后面是不是就应该去讲说 它不会去迎合大众 这样的一个思想 然后说 它富含现代主义 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看起来是define rather than the young the audience 那通过rather than 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说 它这个空格呢 应该去跟这个define 进行一个区返 因为rather than的存在 它没有去反抗 那r是什么样子 那是不是应该反抗的反义词呀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哪一个反抗的反义词 ignore叫忽略 discount折扣 但是它啊 同样也有忽略的意思 所以它们两个 其实就是同一词了 那既然同一词 肯定不是答的 因为我们这个题是单选题啊 然后c呢叫做支持 那这个支持 是不是就是反抗的一个反义词 然后其他两个也没有啊 至于最后一个call 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啊 这个叫威胁不是牛 所以这个题目啊 我们最后就选到了 这个c选项上 那这块这个sims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sims2define 那这个sims其实它就没有去反啊 只是说看起来会更像是一个反抗 而不是去迎合 去支持它的这个观众 所以这块这个sims啊 就认为是似乎的意思 它就没有去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题目啊 说这本书的simuli 又出现了一个它的副词形式 所以这本书呢 看起来carily written 随意的 对话式的这种style 它的这个风格呢 去masks 它去掩盖了这本书 什么样的structure 那既然这块是随意的东西 而且它还掩盖了一个东西 那掩盖是不是认为说 前面的东西 把后面的东西给藏起来了 那它的前后 是不是应该就取反了 比如说一个句子呢 叫做你的笑容掩盖了 也不开心 因为有这个掩盖的存在 所以它掩盖的东西 一定是笑容所不能体现的东西 所以它一定是跟笑容取反的 一个概念啊 你不可能去说 你的笑容去掩盖了你的高兴 那这个句子应该去给的话 那是你的笑容 体现了你的高兴 所以这块出现了掩盖呢 那你就应该又要取反了 那这块它是很随意的 那后面是不是特别严谨的 特别不随意 这样的一个体现 那么来看一下选项啊 有哪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这个是不是就不行了 闲聊的这个rambling 我们之前也讲过 所以是不是也不行了 然后diffuse 这是不是也不OK 然后那灵巧去做 那是不是说明它的制作很用心 然后这个不是非传统不正确 非传统就只是那种很异端的东西啊 那这个题啊 最后我们就选到了d这个选项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啊 这个题说 一个时代的例子啊 什么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呢 是被author去cited 被author引用了 就这个例子呢 can be balanced 可以被中和 可以被平衡 被什么东西平衡呢 叫做被同一个时期的 discent 叫做它的意义 不同的声音来平衡 那这个can be balanced 可以怎么理解啊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 这样的一个句子 叫做这个容页当中的什么东西 可以被一些碱性的容页balanced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容页最后的一个状态 就是持中性的状态 那碱性可以去中和什么东西 那是不是只能中和酸了 那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个can be balanced 来把前跟后进行一个取法 那我们又回到这个句子啊 那这个句子后面所给出来的东西 是一些意义 一些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呢 把它来打到这个空格里头 我们是不是应该取个法 那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一样的声音 完完全全是同意的 那么来看一下选项 哪一个表示的是 关于一样的声音 这样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叫做多样的 这个不OK 那既然已经多样了 所以不可能一样了就对 然后第二个叫独裁 什么叫独裁 就我说了算 你们不能不同意 所以这叫独裁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选项 独裁 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没有给出来 同样的声音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句子 最后就指的是 那些独裁的examples 就被那些意义 就那些不同的声音 来平衡了 所以这个题目 比较容易错 然后这个题 我们最终选到了 必选项 一定要去能理解 can be balanced 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说这个媒体 once 所以看到这个once 就一定要去注意 这个once 它就指的是一种时间 所以一定要去警方 后面会出现时间的对比 曾经是什么样子 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句子说 媒体呢 曾经把州长呢 描述成了一个 anything but ineffective 一定要去注意啊 这个anything but 就指的是 no 是一个取反的东西啊 是绝不 ineffective 那就是绝对不是无效的 那就是非常高效的 对不对 所以前半部分认为说 州长是很高效的人 然后那后半部分呢 they now 你看没 这已经有了一个 很明显的取反了啊 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然后加了一个however however 这个取反就更加明显了 make her eldest be the victim of 什么东西 那后面的这个空格呢 同样也是对这个州长 对这个governor的一个修饰 那原来是非常高效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没效了 无效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哪一个是比较无效的概念 就是只有A选项 所以这个题就选择A这完事了 然后其他的几个呢 我们就不用看了 OK 那这个题呢 一个是however 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转折 但是这个once跟这个now 一定要去注意啊 如果没有这个however的存在的话 你也一定要自己看出来 这个once跟now之间 它有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啊 这个题啊 说t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candidate 那这个什么样东西 我们当然填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需要后面的信息 那后面改句话你说 他会indirect contrast to w这个人 那我们看到了in contrast to 那直接是跟他进行一个对比的 那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 很鲜明的对比呈现 那是不是说明p这个人 和w这个人呢 他们两个人的特征 是成一个对立不同的状态的 那这个题杆啊 在后面有对w这个人 他特征进行一个描述 说他的这个任期呢 bymar这个mar就只是损坏的意思啊 那这个既然损坏了 通过什么东西来损坏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他来知道 那后面一定贴呢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 然后这个负面东西呢 又应该跟t这个人 他的特点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出来说 这两个空格呢 是一对反应词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拿一个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看一下是不是只有b选项 还有f选项 这两个选项呢 他们是符合反应重复这个概念的 那其他是不是都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啊 我们最后就选到了 b跟f选项 所以这块呢 我们需要第一个呢 认识他啊 然后能判断出来 他们两个空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通过这个contrast to 然后来判定出来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两个空格给填出来 OK 就是这个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这个题说小孩什么样的nature 什么样的天性呢 那又是一个in contrast to 那我们同样用刚才的方法 把后面东西 然后取个反 听到前面就OK了 那后面呢 是指出来 他们父母的这些disposition啊 他们父母的这些性格呢 会非常的平和 那前面是不是就应该不是很平和呀 那我们把它勾到这个选项里头 然后给它取个反 所以就是答案了 那么看看答案哪一个东西 表示这个思想了 那这也是不是最后就a啊 它跟它 是不是就是一反应词的过程 所以我们最后啊 选到了a选项 然后其他这四个 都没有跟even temper 这种很性格 很平和这个概念啊 去进行一个曲版 所以都不能算 那我们在这里呢 来给大家去补充一些词汇 就是c跟d 这个表示冷漠 还有冷淡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一堆词呢 都表示的是 我对什么东西非常没有兴趣 我对它很冷淡 很冷漠 没有任何的感觉 在里头的这个含义啊 就是第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答案当中 这个善变的这个思想啊 把善变的这些词语 自己都记清楚 当然还有它的反应词啊 叫做坚定的 就是不变的 包括我们刚才啊 所选到了 那个叫做 很坚定很不变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把这几个 单词的一群啊 自己都记清楚了 OK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 那这个题啊 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啊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until这个词呢 可以当做before来处理啊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叫做 现在的变暖的趋势 超过了正常的气温波动范围之前 然后科学家呢 会有considerable的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空格呢 我们需要去填到一个对可能性的态度 然后这个可能性呢 是二氧化碳在大气当中的上升 引起了长期的温室效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可能性 那后面是不是就是一个 warming train的对于气候的影响呀 那既然这个题呢 它讨论的是warming train的 它在超过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前的影响 那科学家是不是并不能去确定 说二氧化碳的含量就能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块呢 空格当中就应该填到一个表示很不确定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所以这个温室效应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对他们来讲说就是不一定的 对不对 那么来看一下选项啊 有哪一个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就很明显了 uncertain这个词 所以这个题啊 我们最后就选择到B选项 对这个啊 想要分析出来 前面跟后面 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然后理解一下G 然后这个题其实就蛮好选择了 所以这个题最难的一个点就是until啊 把这个去记清楚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个题 那这个题啊 说TP这个人呢 他在political writing 在这个方面呢 是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绚丽的 然后后面简介着说 in private life surprisingly 什么样的man 那后面空格所要去填到的对象 是不是已经跟political writing 做了一个区分了 后面说的是他的private life 前面说的是political writing啊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混了一谈了 然后说 他是surprisingly 怎么样的 他很吃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通过这个surprising 为什么就刚刚判断出来 他需要跟这个华丽呢 进行一个取法案 因为他已经让你吃惊到了 他给你展现出来的一个方面 是很华丽的 很绚丽的 但是在私人生活方面呢 他又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吃惊 如果他一直都保持一个状态的话 那你当然不会吃惊了 所以这个空呢 我们就跟这个华丽 进行一个曲反 然后就是我们的答案 当然这个句子啊 还有一层逻辑啊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冒号了 通过这个冒号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思想给提炼出来啊 那后面说他住在租来的房屋里头 然后他呢又吃得很拮据 然后他穿的衣服呢 又非常的朴素 非常的单调 那是不是后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强调说 他这个人不爱张扬 他这个人不爱去炫一些东西 所以他呢 其实也就指导我这种 很朴素 很肃静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两个逻辑关系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题目解出来 那你对哪一个熟悉啊 你就去用哪个做就OK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有哪一个表示这样的意思 第一个 严肃的 有节制的 那有节制的 是不是就是很炫很华丽 这样的一个曲法 所以他啊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然后其他几个都没有了 所以就看 所以这个题就选到了A选项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题 这个题啊 一开始是一个虽然 说虽然呢 在不同国家的 political events 这些政治事件 we're not 什么样子 在19世纪 但是他们的相互联系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要修饰的是一个他们的相互联系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lth 跟这个but 是不是可以判定出来说 他前面的状态跟后面的状态是应该取反的 但是后面呢 又有一个compared with present 跟现在相比 然后这个现在后面呢 还有一个修饰啊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第二个空格给填出来 他说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互相之间的依赖呢 变得far greater 变得越来越强了 那是不是说明原来的这种inner relationship 相互之间的这种联系 这种关系 没有那么的greater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有条件的 这个不是吧 那表面的 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深呀 所以第二个空啊 我们就可以填到这个superficial 表面的这个含义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和我同来把第一个空也填了 那既然他们的关系呢 还呈现了一种表面化的状态 那前半部分 他们的这些events 是不是就应该是一个有联系的过程 那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们有联系 但是呢 你们这些联系 都只是呈现在一个很表面的状态 不可能说你们没联系 但是又呈现了表面的状态吧 所以这块啊 我们就应该填到一个 有联系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块呢 又有了一个not 那我们又一次去法了 那就是没有联系了 那没有联系 是不是很明显就只有a选项了 那这个不重要的啊 这个一群我们之前有讲过 所以这个词不能去选择 然后同时的也没有表达 所以这个第一个选项啊 我们就选到了a选项 那我们还整理一下现在的信息啊 说尽管 他们的这些事件呢 是有一些联系的 但是呢 他们的联系呢 又特别的浅 跟现在相比没有那么深 那这个冒号 是不是要解释 现在联系 是far greater 这样的一个体现 那什么东西 已经停止了 那既然前面给出来的东西 是你们一定要去联系 现在联系更加的深刻了 那什么东西停止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联系打过来 然后给他取个反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那是不是只有G选项 孤立 孤立不就是没联系吗 那孤立呢 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了 因为我们的联系呢 已经非常的紧密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孤立了 我们的世界都变成了一个世界村了 大家都连接起来了 所以你不可能说 我在一个桃花源里头生活了那么久了 我们这个桃花源呢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选择了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一定要去跟外界进行一些联系 OK那我们这个题啊 最后就选到了AEG这三个选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题 这个题啊 说这个report当中最重要的这个weakness 这个缺陷呢 就是它的assumption 这个assumption认为这个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那当然这个现象是没有出现任何线索的啊 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 when in reality 它是限定在了某一个具体的区域 那这个when in reality呢 指的是实际上什么什么样子的 所以它啊 我们可以当作它是一个比较隐性的一个否定啊 也就是说你理论上认为是什么样子 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而这两个状态呢 往往是要否定的 它们往往是一个相悖的概念 所以这个啊 其实出现的也蛮多次的 所以碰到它的话 基本上都是要去取返的 表达的是理论与实际相否的一个概念 那后面指的是它限定在了一定的区域 那前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限点 对于区域来讲 没有任何的限点就哪都有 那么来看一下选项啊 哪一个有这样的表达 OK那是不是C啊 就表达无处不在的 那哪都有呗 然后第二个啊 普遍的哪都有 所以这就OK了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啊 选择C选项和E选项 所以从这个题啊 一定要去进行说 One in reality 这样的一个比较隐性的这个否定啊 OK我们来看一下11题 这个题啊 说小说当中的女主 女一号 她呢 展现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态度呢 是对于年轻的崇拜这样的一个态度 然后后面呢 说在她的世界里头 年轻又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两个空中我们可以看到 都填的是对于年轻的一个特征的描述 那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取同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选项啊 因为第二个选项后面是有信息的 所以我们可以填出来 后面说报H 那这个H是不是就指的是成熟了 By contrast 成熟呢 她指的是你的能力还有你的智慧 那她们是不是都是一些正比价 那可以看出来 这个女主呢 她对于年轻 就是一种比较负面的评价了 对不对 所以在她来看 年轻都是不好的 那对于年轻的崇拜当然也是不好的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不喜欢是不是就一副相词 渴望没有吧 倾向也没有什么东西吧 所以第一个啊 我们就选到了A选项 然后第二个 不轻信的 那是不是说明她好啊 她不容易相信别人 然后智慧的是正眼词 虽不行 然后F是一个不成熟的 富想的词 所以也OK吧 那我们这个题啊 最后就选到了 我A跟F选项 意思是这个小时候的女主啊 她对于年轻的崇拜呢 展现了一种非常的厌恶 非常的不喜欢 然后她认为 年轻是缺乏经验的 而成熟呢 就意味着 她有能力 而且特别的有智慧 所以就是这个句子啊 那在这里啊 我们又来一个一群 叫做不成熟 不老练这样的一群 把这五个词啊 包括我们这个选项当中的 这个Kell 然后把这几个词啊 都记清楚了 他们都指的是 特别的不成熟 新手 OK 这是这个题啊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那这个句子啊 她一开始呢 给你说了一个 It is truly practical 那这个出现了 矛盾了 对不对 她说非常矛盾的是 亚马逊 在雨林当中 最茂盛的一个森林呢 它却植在 什么样的土壤上 那是不是通过这个东西 你可以判断出来说 这个茂盛的森林 它应该在 不茂盛的土壤上 给它取个法案 那我们来看下 哪个叫不茂盛啊 那是不是这两个评级 所以D跟E选项啊 就是你的答案了 其他的几个选项啊 完全没有涉及到 所以不用管了 所以这个题啊 就选到了第一 那我们在这里呢 把评级这个一群啊 又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补充了 把这几个单词呢 都记住了 他们都指的是无法生育的 很贫瘠的 没有生产力的啊 就这个概念 当然还有他的反应词啊 把他的反应词也去记住了 表示肥沃的 特别特别有生产力的啊 就这个意思 OK 以上这些题目呢 就是我们对于对比 还有否定词 这个逻辑关系的一个基础的理解 那我们在之后的直播啊 去做更多的题目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part啊 就词汇端语这个部分 同样是个词汇 词个端语 然后把这些词汇端语呢 自己都记清楚啊 第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叫defer啊 defer呢 我们知道有推迟这个意思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啊 他有一个表示遵从的 尤其选项当中啊 可能会考出来他的名词形式 deferous 把他一定要去认识出来 他指的是遵从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考法 就是他的短语啊 叫做defer 后面加个to啊 defer to 就表示就是遵从某个东西 所以这三个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他的短语啊 一定要记清楚了 那么一起看一下这个例句啊 叫做进化的理论 他一定要去defer to啊 看到这块就用的是defer to 他要去遵从一个理论 那这个理论呢 是基于了一个非常清晰 非常明确的发展机制啊 所以这个defer to啊 他经常会这么用当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词 叫做diffuse diffuse这个词 传播你应该知道了啊 什么叫做diffuse 叫传播的意思 但是后面这两个啊 一定要去记清楚了 什么叫分散的 话多好 而且还没有组织的 就是你这个人 可能说话又开始 瞎掰了啊 比如说这个句子啊 叫做他的文章呢 is so diffuse 特别的分散 特别的晦涩 你看不懂的 and obscure that it's difficult to make out what he's trying to say 让人看了以后呢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远用的不好啊 这个词啊 是flag 当然还有旗字的意思 但是旗字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考试当中 不是特别常考啊 他考试中这个含义啊 他可以跟decline呢 构成一对同一词啊 那这个在六选二当中 其实也有考过啊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句子啊 照着他的热情呢 是in no way flagging 他是丝毫未减的 根本没有减弱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词语 这个词语呢 helper 这叫做篮子啊 这个篮子大家应该有背过啊 但是他有一个动词的意思 叫阻碍 当然阻碍这个一群啊 我们之前有讲过 所以在这个一群当中呢 去把hamper这个词啊 再巩固一下 那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叫做这个恶利的天气 hamper rescue operations 他阻碍了救援的工作 那这个词啊 就表示是阻碍的意思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词啊 invoke invoke这个词啊 意思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去把invoke这个词啊 一次多意的这个词呢 自己去写出来 然后把三个意思都记一记 祈求 to petition for help or support 或者是to put into a fact 那就是开始执行某一个东西了 还有援引啊 就是引用某些东西 to refer to something and support your ideas 去援引别人的东西 然后去支持你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下面这个句子啊 叫做 he invoked memories 那就指的是 他去援引了这个东西了 他去引用了这个东西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ok 这是第五个词 然后我们来看下第六个词 这个叫做mirror 应该很熟悉了 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东西 那是作为名词来讲 但是作为动词呢 因为你看镜子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照出来你自己啊 所以镜子呢 作为动词的话就叫做 to show in very clear and accurate way 它反映出来你什么东西了 因为它照出来东西一模一样嘛 所以就非常的clean 非常的accurate 所以这个词啊 有动词的含义 一定要记清楚 然后呢 看下这个例句啊 叫做这本书呢 它不可避免的 mirrors 那这个就表示的是反应了 那反应了什么东西呢 我的兴趣 还有我的经历 所以这mirror啊 是有反应的含义的 记清楚 然后呢 看下第七个词呢 这个词叫做 永远见的 就是一个啊 但是它第二个词作为节俭 也是存在的 那节俭的一群啊 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给大家去讲过 又说过 当然其中就包括了这个词 所以你可以现在 把你之前所记掉的节俭 这样的一个一群呢 重新翻出来 然后再巩固加深一下 那么看这样的一个例句啊 叫做 当人们很穷的时候 那他们tend to be 那就应该是节俭的 而不是说永远见的 OK 这是这样的一个句子 然后大家看一下第八个句子 real 这个real啊 就是那个real way real station 那就是表示铁轨的含义 就是一个方面的意思啊 然后作为动词来讲的话 它又是一个叫做猛烈抨击啊 你要去抨击别人 这样的一个动词 比如说我们这个句子啊 很短的一个句子叫做 我呢 曾经呢 诅咒了他 而且呢 大声的去抨击了他 去责化了他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子 然后看一下第九个单词啊 这个license 这个license啊 其实之前有考过的 它作为一个名词啊 比如说driver license 就是驾照 但是第二一个啊 它可以作为fray 它可以作为自由来出现 那这个license啊 其实在选项62当中 是有出现过的 表示自由的含义的 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个句子啊 叫做他作为记者的工作呢 给他足够多的自由 那这个自由是 他可以去任何的地方 按的 问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块啊 这个license就不是说 给了他许可 给了你promotion 怎么怎么样 而是怎么样 让他去自由了 给了他一些自由在里头啊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词 然后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最后一个词啊 这个词叫做jar 现在这个词 大家应该都见过啊 但是你见的意思叫做瓶子 或者是罐子 但是它作为一个动词出现啊 它叫做发出一些很刺耳的声音 是一些很不和谐的东西 比如说你把罐子刷碎了 那声音是不是就很刺耳呀 所以你可以这么来记它啊 比如说下面这样的一个句子 在这一章的语境当中 这个context啊 就指的是语境了 对这个人的评论呢 他就显得非常的尖酸 非常的尖刻 非常的不和谐 所以这块这个jarring啊 他就指的是不和谐 非常刺耳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啊 其实作为选项 它经常会出现啊 一定要去注意jarring这个词 OK 那这就是我们十个数字PE啊 一定要把这些词 他在考试当中经常考的含义去清楚啊 否则你做题的话会非常的懵的啊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短语的这个部分啊 第一个呢 叫做 seal through 叫做很轻松的去完成啊 这个记一下就OK了 比如说这个句子啊 叫做多亏了他的帮助 我们才可以seal through that grass is low 我们才可以轻松的去走过那个长满了荒草的些坡 那这个啊 就表示的是很轻松完成的意思 小菜一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啊 叫做resort two 这个叫借助于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句子啊 叫做他们并没有必要去借助于 那这个resort two就指的是借助于 借助于家庭作业来去完成对孩子们的看管 所以这个resort two啊 记清楚了 叫做借助于 OK 这是第二个端语啊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叫做regard to with regard to 这个端语啊 叫做与什么什么东西有关 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看到过一个叫做与什么什么东西有关的一个端语啊 叫做with respect to 把这两个东西啊 因为他们长前面跟后面都一样 所以中间的词汇不一样 所以把这两个一起来记一下啊 当然还有一个叫做have a bearing on 那也叫做跟什么什么东西有关啊 把这些有关自己都记清楚 说虽然青少年的成熟还有发展的state 它是一个有序的过程 但是他们的timing 他们的时间的变化了 然后这个变化呢 就with regard to onset and duration 他们的这个变化呢 是跟他们的起始时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regard to啊 with regard to 就指的是跟什么什么东西有关 把这组端语记清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端语 然后这个端语啊 它叫做接近或者是等同于的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句啊 叫做some black novels 一些黑人的小说的style 小说的风格 比如说这个东西 他们呢就等同于或者是接近 接近什么东西 那接近的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叫表现主义 第二个叫做超现实主义 那就说明黑人他们小说的风格呢 也是这两个主义 那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类比来处理的 就是很像很类似的一个意思 那它呢 其实也可以当作一个信号词来处理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端语啊 那这个啊 叫做引起 叫引起这个概念 就等于说lead to 或者resout in 导致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句子啊 叫做great crisis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那种危机存亡之计 它呢 经常去引起了一些 gifted leaders 有天才的领袖 比如说我们国家啊 曾经在危机存亡之计 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天才的领袖啊 那一批领袖都非常的厉害啊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个core force表示的是引起 OK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端语啊 叫tip into 利用什么什么东西 从什么什么东西当中获利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叫做在很多的案例当中 投资者 然后这个投资者后面呢 有了一个修饰 那然后这块呢 就出现了tip into啊 那这个就说的是 那些希望从这个区域 很快速的发展中获利的投资者 然后他们呢 又面临了许多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呢 是ringing from这个东西到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获利的这些投资者呢 其实现在又碰到了一些问题了 这就是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 那这个tipping to啊 就只是利用 或者是从中获利这个含义 这个短语啊 表示的是 即使不是全部的意思 那这个短语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题目当中啊 已经有见到过的在题杆里头 那么一起看这个例句啊 说音乐工业的这个机会呢 他们去赢得一些 即使不是全部的东西 那这个if not all 就指是即使不是全部啊 即使不是全部 你都达到了 但是呢 你也要去win song 也要去达到某一些东西啊 所以这个if not all 就指是即使不是全部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八个短语啊 这个短语啊 take it course 它的意思是 任期发展 不去管它了 那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说我让我在篮球上面的success take it course 让它任期发展了 也就是说 我不管我在basket上面 能不能成功 这样的一个意思 but 我呢 每一天都会去put the effort 我每一天都会去付出一些努力 就是我努力的 但是我呢 不会去太注重我最后的结果 那结果就跟人期发展吧 随缘吧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就是第八一个短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九个 这个啊 叫做through the spell line on 就指的是 让什么东西 受到大众的关注 赢得了大家的关注 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这个句子说的是 对于VN这个人的神话 对于他的这个崇拜话 那VN这个人呢 他是北美文学巨匠之一啊 就是他是一个文学的大家 对于他的神话呢 已经through the spell line on his peripheral activities and他的另外一些东西 那是不是说 对于他这个人的神话 已经让他的一些不重要的 一些很边缘的ductivity 受到大家的关注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特别喜欢一个演员 或者是歌手啊 那你可能就会去关注到 这个演员或者是歌手了 除了他演员 或者是唱歌之外的其他事物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OK 这是第九个短语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短语叫做wax wing 这个啊 其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东西 比如说 越有阴晴圆缺 那我们这个啊 就可以用wax as a wing 然后来表达 叫做the moon waxes in the wings 那就叫越有阴晴圆缺这个意思啊 所以就是涨跟落 那这个wax就指的是涨上涨意思 然后这个wax就指的是摔落的意思啊 所以他叫做胜摔或是涨落 然后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说在上个世界50年代的早期 你这个人呢 他发表了第一个complete record 他发表了第一个完整的记录 这个记录呢 是跟后面这个东西有关系的 那这个东西指的是 过去冰川的waxes in the wings 那就指的是它的涨 跟它的落 它的前进 跟它的投退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是个短语啊 希望大家在课后呢 可以去把这些东西都记清楚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几个关于这个短语 还有词汇的例题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说在一场非常精彩的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演出当中 P啊 这个其实就是帕瓦罗 帕瓦罗蒂啊 他呢 sailed through 那他这个意思是 他呢 很轻松的完成了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对于一个男高音来讲 是不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那他既然非常轻松的完成了 那normally 我们看到通常情况下 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之前 那个win in reality 是非常类似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是这个样子 那帕瓦罗蒂呢 他就是sailed through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sailed through 来打到这个空格里头 来取个法案 那这就是空格当中 应该填到了一词汇了啊 就是说 普通的男高音呢 可能干不到这件事情 不会那么轻松 非常非常的困难啊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那是不是就A 是一个比较符合的答案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对于一个普通的男高音来讲 它就是一个噩梦 因为他太难了 可能太高了 但是帕瓦罗蒂呢 他又非常的轻松 那就是说明他这个人呢 他记忆特别的高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部分 说他有着非常随意的激情 这个激情呢 就像是一个folk singer 一个民歌手 去perform什么东西 那帕瓦罗蒂是轻松的完成的 那你说民歌手 他们轻松完成的是 他们最喜欢的什么 那是不是就应该是民歌呀 所以这个选项啊 我们就选到了D选项上面 对于folk singer来讲 这个东西就是他最擅长的玩意儿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匹配了 我们这个sales row这个概念了 所以这个题啊 我们最后选到了 A跟D选项上面 一定要去能理解 这个端语的意思啊 叫做轻松的完成 OK这是第一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题啊 比较长 是一个三控题 那么来一个一个看一下啊 这个句子说啊 因为我们物种 越来越多的数量 还有越来越大的胃口 然后中间呢 是一个破质号 我们先去中管它 然后后面说 就算是什么样的物种呢 也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变得非常的宾微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even 来把这个第一个空里填出来啊 那就算是什么样的物种 也会变得特别的宾微 那前面是不是应该说 那种很正常的物种 因为这样物种特别特别多 而且胃口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就算是普通的正常的物种 是不是也可能变得比较微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符合逻辑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哪一个是对于这个indanger 进行取反 这样的一个概念 外来的跟异兽商呢 这个是不是都不行 那就C选项啊 叫做很常见的 那这个就是说 因为物种的数量呢 现在越来越多了 而且微博越来越大了 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 即使那些现在很常见的啊 是现在很常见的物种 在不远的将来 也可能会变得比较的宾威 所以这是第一个句子啊 OK 让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这个句子说啊 如果我们要去避免一个这样的损失 我们就不能很简单的 让nature take its course 让自然呢 自生自灭了 让自然任期发展了 那这个想法呢 是G这个人表达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呢 是需要采取一些人为的措施的 我们不能让自然去任期发展 让他去自生自灭 那后面是不是就应该给出来一个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措施 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那后面说 正在实施的这种保护的管理 那是不是就是得需要啊 表示一个很需要的概念 那是不是一选项是OK的 他是必须的 那既然这个管理是必须的 他呢 就重复了 不能让自然任期发展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前后是一个同意重复 然后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空啊 后面说因为啊 这个s作为因为来讲的 因为呢 我们已经become nature 我们已经变成了自然 and 那就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了 所以这块呢 又应该去同意重复前面的话语了啊 说随着这个角色而来的责任啊 这个responsibility 他是不能被怎么样的 那既然我们一定要去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去扛起这个责任了 我们要去扛起 不能让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丢失 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这个责任就不能被放弃 不能被抛弃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就选到了g选项啊 那这三个空啊 按照句内关系 还有句间关系 以及这个短语就已经能够填得出来了啊 所以这个题目啊 我们最后选到了ceg这三个选项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例题 OK 那我们这节录播课啊 就到此结束 然后剩下的题目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直播课当中 我们继续来讲解 那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